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由于中国女排联赛恢复了主客场 所以本赛季的全零星赛备受期待 按照联赛的安排 本次全零星赛将在2024年的1月12日到1月14日 在山东的林一奥体公园体育馆举行 同时公布的还有本次全零星球人的产生规则 按照联赛要求 主攻和复攻位置排名前时 接应、二船和自由人位置排名前五 以及最佳得分排名前八名的球员 将会直接进入到球员的候选名单 而这些数据排名参考的是12月5日之前的 同时还从各个俱乐部额外推荐的名额中产生 在选出候选人以后 他们将接受为期三天的网络投票 而最终按照球迷投票占60% 专家投票占20% 媒体投票占20%的权重 选出八个主攻和复攻 四个二船、接应、自由人 共计28名球员 从目前12月5日公布的各项排名来说 作为国家队的主力二船刁林语 和主力自由人王嫩杰 并不能直接进入到候选人的名单 所以他们两个可能会无缘全零星赛 除非他们获得俱乐部的额外推荐名额 但这都是未知数 就像是中国女排想利用世界排名 拿奥运会资格一样 并不是完全稳 其实这样的规则还是有很大的争议 尤其是数据排名方面 只打了一场比赛的天津女排外员 瓦尔加斯 在接应组竟然排到了第一 拿了332分的北京女排外员 拉扎列瓦只排到第二 所以单纯的数据排名 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甚至有些片面 而给各个俱乐部的额外推荐名额 或许就是为了查缺不漏 毕竟每个人上场的场次 时间不同 面对的对手不同 所以数据的比重应该更小一点 希望排鞋再接再厉 争取办好这个全明星赛 女排联赛第11轮战霸 距离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 还剩下三轮的比赛 本轮山东和广东五局 分别战胜河南和深圳以后 目前两个小组晋级八强的球队 只确定了四席 竞争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 虽然江苏女排已经提前晋级到了八强 但为了一个更好的排名 本轮面对实力比较弱的浙江女排 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 作为国手的龚翔宇 本场进攻打得如鱼得水 24扣17中0失误0贝兰 进攻的成功率和效率都非常高 球队主要进攻点吴梦杰 31扣16中二篮一发 拿到了19分 广东和深圳的比赛 作为年轻的球员王亦凡发挥了作用 尤其是第一局局末逆转深圳 王亦凡都发挥了作用 虽然广东女排也错失了很多关键的机会 但这都不影响他们赢球 王亦凡53扣25中二篮一发三失误 拿到了本文比赛的得分网 同时还接了23个一传 到位率48% 虽然河南的蔡晓晴同样拿到了28分 但她的成功率更低 不过31个一传到位率74%倒是很有优势 丽瑶作为队长 本场发挥一般 她在受伤康复之后能力上下降还是比较快 拥有四外人的深圳队苦战五局 西拜广东 浪费晋级八强良机 使得B组出现名额之争变得扑朔迷离 将进入拼小分阶段 深圳女排之所以输球 主要还是在于接应太过薄弱 只能依靠主攻 不管是荷兰外援舒尔滕 还是乌克兰的比层科 乃至天津的流心 都没有特别强的下球能力 导致球队只能依靠布拉戈耶维奇和石兵同的强攻 根据统计 布拉戈耶维奇69扣25中二篮拿到27分 石兵同67扣23中二篮拿到25分 两人的扣球数达到了136扣 其余球员最高扣球数只有16扣 随着深圳输球 两队的胜场和积分已经持平 都是五胜六负14分 只是深圳的胜负局占优 所以暂时排名第四 深圳胜负局为23分之19 广东是胜负局21分之17 C值两队相差0.02 广东要是想进八强 还得要在胜局数副局数上面加把劲 深圳要想保住前四 最好都是3比0横扫浙江和江西 天津女排本轮派出的是替补阵容 张士奇和夏思佳首发复攻 年轻的夏思佳一场比赛拿到了7个篮网 虽然对手很弱 但是他抓住了机会 山东的杨寒玉也有6个篮网 而上海的薛逸支5个篮网 这都是复工球员中表现比较突出的 除此之外 夏思佳还有3个发球直接得分 是一位值得培养的球员 辽宁女排的复工武器科娃拿到了4个篮网得分 是辽宁女排锁定8强的重要拼图 妙一文这场比赛由于身体不适 所以被轮休 庄宇山的19分证明了实力 希望他们下一轮带来更精彩的表现 再来聊聊段孟可 段孟可是蔡斌本年度选择的新星之一 被誉为是接应位置的接班人 不过就他在联赛中的发挥而言 只能说是空有身高 段孟可身高达到198厘米 摸高320厘米 是一位身体条件很好的球员 然而他的速度 线路却有着很大的瑕疵 和山东队的较量中 段孟可打出了49扣16中8失误被拦的数据 虽然拿到全队17分 但他的总体表现并不佳 首先他上步扣球较慢 即便是二船给他带出了速度 也很难打出快速进攻 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身高去超手扣球 接着是他的线路比较单一 以斜线为主 总是被对面的自由人或二船放弃 河南女排是一支身材高大的队伍 可惜他们的三大高个都不如矮个的蔡晓晴 除了上面所言的段孟可空有身高外 主攻韩文雅和二船张子涵也是如此 韩文雅本场比赛25扣7中65被拦 扣球效率更是只有个位数 韩文雅的问题和段孟可类似 那就是速度太慢 且一传和防守也不佳 张子涵是一位高大二船 可惜他的传球稳定性太差 调整攻时经常传不到位 导致攻守无法扣球或者是只能处理过往 前几个赛季主帅交帅宁可用蔡晓晴打二船 也不愿意让张子涵主打就可以说明一切 张子涵除了传球稳定性差外 他的传球思路也不行 总是想着追传蔡晓晴 忽略了复攻的进攻 两名复攻全场加起来就只有16次扣球机会 山东女排这边 外援佩罗维奇状态回春 打出了44扣21中一拦一发的好数据 联赛开始到现在 佩罗维奇的发挥越来越差 所以很多人都质疑安家杰的选人 但当佩罗维奇回春后 队长孙杰又陷入了低迷 他27扣7中65被拦 逼安家杰只能换上杜青青 这也是杜青青本赛季第一次亮相 杜青青上场后 很好地解决了球队攻防平衡的问题 利用自己的经验打点打线得分 两名副攻杨寒玉和郭慧珍 则是一个主篮 一个主攻 郭慧珍17扣11中 杨寒玉17扣7中6篮 随着河南2比3输给山东 两队的八强名额之争也进入了白热化 目前山东领先一个胜场 占据主动权 河南要想晋级 则需要和北京脱入五局 打福建争取获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